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17章 与数据库安全性相关的对象 用户管理和权限管理可以说是确保数据库中数据安全的重要手段 如果要能够正确地对数据库中的用户赋予权限 那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我们数据库的安全性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如下内容 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以及概要文件的管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用户管理 那么在用户管理这一部分呢 可以说用户管理主要是针对数据库管理员说的 只有管理员才有权利进行创建、修改以及删除用户 那么什么是用户管理呢 Oracle的用户管理应该说是每一个数据库管理员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对用户管理设计的主要问题就是用户所赋予的权限 根据每个用户访Oracle数据库的需求不同 那么分配给用户的权限也就不同 如果数据库管理员对Oracle数据库用户的权限分配的合理 那么就能够提高数据库的安全性 相反如果对Oracle数据库的用户权限分配的不合理 那么就会给数据库酬成很大的隐患 那么在Oracle当中用户登录数据库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以一般的密码验证方式登录的 一种是外部验证方式 还有就是两种结合的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呢 并没有把验证密码存放在Oracle数据库里面 就是外部验证的方式 那这种方式验证的密码通常与我们数据库所债的 超约系统密码一致 那么第三种也可以说是全局验证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不常用的 它也不是把密码存在我们Oracle数据库里面 那么这三种方式最常用的 就是以这种密码验证的方式 同时这种方式也是安全性更高一些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创建用户呢 那么创建用户的时候 实际上大家可以在企业管理器里面来创建 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OEM 那么也可以使用语券 在我们CyclePlus这个平台下面来创建实际库 创建用户 那么使用企业管理器呢 创建用户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说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创建用户的这个Cycle诀 Cycle诀应该怎么写 创建一个用户用CreateUser 后面写上的是用户名 IdentityByPassword 就是它所用到的密码是什么 那么IdentityByPassword这个选项呢 它就是以密码的验证方式 那如果要是以外部作为验证的方式呢 那么可以选下面的 Externally I子Cycle 后面是那个密码 选那个项就可以了 那么在下面还有这个Default Tablespace 是为它设置一个默认表空间 那么如果省略了这个语券 那么这个新创建的用户 就存放在数据库中的默认表空间里面 如果在数据库当中 你没有设置默认表空间的话 那么创建的用户就存放在 System这个表空间里面 那么第三个呢 是TemporaryTablespace 那么就是临时表空间 那么设置临时表空间 或临时表空间组 可以把我们临时表空间 存放在临时表空间组里面 如果省略了这个语券 那么就会把临时的文件 存放到当前我们数据库中 默认的临时表空间中 如果没有默认的临时表空间 那么会把临时文件 存放到System的临时表空间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属性 Profile 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是这个概要文件的名字 如果把它省略掉了呢 那么这个用户呢 就使用的是我们当前数据库当中 默认的概要文件 还有能设置密码的过期 Password Expare 设置密码的过期 还有Account Lock Unlock 也就是设置我们用户的一个锁定状态 那么如果设置成Lock状态 那么这个用户呢 就不能够防御数据库了 如果设置成Unlock这个状态 那么用户呢 就可以防御数据库 那么在我们Oracle11G里面 默认的用户状态呢 都是未锁定的状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用户 那如何来修改用户的信息呢 那么在修改用户信息的时候 也依然可以通过企业管理器和代码的方式来修改 那么修改呢 用户信息跟我们创建用户的语法非常相似 只不过是把这个Creator改成Auter了 其他的都差不多 那么这里呢就不再讲解了 不过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修改我们用户User2的密码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修改 Auter User 选择User2 修改User2 后面要修改 它的密码 Identify Identify 什么 学买写一个密码是什么就可以了 Default 为它指定一个表空间 Tablespace 那么表空间是哪啊 Test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修改用户User2 它的一个密码 那么接着呢我们向下看 修改 我们讲完了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 如何来删除这个用户呢 用户我可以不用吧 那么删除掉的语券呢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JobUser 后面写上我们用要删成用户名就可以了 在后面还要加上一个Casked 也就是说 如果要删除的用户当中没有任何数据库对象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省略这个Casked 佛罗的话我们要把这句户名下面的那些内容数据文件 也一起给它删除掉 这样才可以 那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全线管理了 那么什么是全线管理呢 那么在Oracle当中呢 数据库中的全线主要有 系统全线和对象全线两类 系统全线呢 主要是指Fashion全线 User全线 这样的全线就是说 它是指对数据库的系统级的超线 我们才把它称为 系统全线 那么对象全线呢 它是指表对象 序列 除发器这样的超级的全线 我们把它称为对象的全线 那么这些全线呢 应该如何授予呢 那么授予全线呢 也依然可以在我们OEM 企业管理器里面 和这个使用语卷 在Casked Plus里面都可以创建 那么我们呢也主要讲一下 如何使用语卷来创建 给它授予一个全线呢 我们授予全线的语卷非常简单 就是grant 后面呢是你要付的这个权限 对象权限的名字 或者你选上all 然后后面选上all 如果选上all呢 那就代表的是 这个授予用户所有的对象权限 那么这个权限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慎重 如果给一个用户授予了所有的权限 那它就什么都可以做了 我们对这个处理器的安全限 也造成了一个影响 还有呢就是这个Skymark的Object 还可以加上这个属性 那么授予对象权限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Skymark的Object 它是干什么的呢 是指费我们用户授予的对象权限 使用的对象 那我们现在这个PPT上 这个呢是授予系统权限的 我们先看一下 授予用户权限的 这个跟它差不多哈 grant 这是权限的名字 我们就不写了 权限的名字 就有哪个对象权限 你名称 然后on 然后看后面的 还有这个on on什么呢 on哪个对象 就我们看这说的Skymark 接着 被哪一个用户授予这个权限的 user 或者是角色 都可以 然后呢下面还有两个可选项 可选项呢一个是with admin option 在后面可以写上with admin option 那么设计了这个子学之后呢 就表示当前 授予权限的这个用户呢 还可以给其他用户 进行系统权限的授予 进行权限的授予哈 然后呢 你最后一个 还可以加上一个with grant any object 那么它呢 是表示当前给予权限的用户 还可以给予其他用户 对象的权限 那么假设 我们在这个 寻用语设 授予用户一个对象权限 假设我为用户呢 user1 授予的对象 AA 那么给他一个删除的 这样的一个权限 我们应该怎么设计 我们应该怎么设置 front 一定是删除的意思 on AA 然后设置这个对象 user 你哪个用户设置这个权限呢 也就user1 设置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看一下 系统权限的授予 系统权限的授予呢 就要比我们刚才这个对象权限 就是更少了一些 那我们就随便授予一个权限吧 比如说授予一个系统权限 设置了一个session上的一个权限 我们看一下应该的权限 这样的一个权限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给他加上一个 withadminoption这个权限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user1这个用户也具有了授予create session的这样的权限 只需要在后面加上withadminoption就可以了 在这里面呢就不加了 那么跟我们授予权限相对应的呢 就是如何来撤销这个权限 我们也把撤销权限呢 叫做收回权限 其实也就是删除我们用户的系统权限 或者是对象权限 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删除呢 使用语句来删除 我们使用的是这回 不然是drop这一句了 而使用就是revoke 就是有来撤销这个权限的 revoke 然后系统权限的名字 让我们哪个用户 从哪个用户 或者是角色当中 撤回这个权限 那假设呢 那假设呢 我要把我们刚才的 用户一负的这个create session 这个权限 撤回 那么这地方呢就应该写上了 revoke create session from user1就可以了 补充 把我们全权限收回了 那么这个呢 是撤销 我们系统权限 那如果要撤销的是对象权限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呢 我也把a用 a的这个 u.1这里面的删除 就对象权限给它 给它撤掉 那么就是revoke delete on a from user1就可以了 那么从u.1里面 把这个权限收回了 那么这里面呢 需要说明的是 在撤销用户权限的时候 撤销系统权限 与我们撤销对象权限是不同的 如果要撤销用户的系统权限 那么该用户 受予其他用户的系统权限 增长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撤销了用户的对象权限 用户受予其他用户的对象权限 也同时被撤销了 这个是这两个权限之间的区别 大家要知道 接着呢 我们看如果来查询 我们用户究竟有什么权限了呢 我们呢 可以通过一个数据字典来查看 我们这里面有哪一些权限 那么用户的系统权限呢 在用户字典是dbassysprivs这个里面 那么用户的对象权限呢 是存放在dbassbprivs里面 那么可以通过这两个数据字典进行查询 另外呢 除了在这两个数据字典查询权限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直接在我们数据字典 userysprivs当中 查询当前登录用户的系统权限 并且呢还可以在我们数据字典 all 下滑线typeprivs里面来查询 当前登录用户的对象权限 我们就不说了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角色管理 那么什么是角色呢 我们前面呢在授予权限的时候也说到了角色 那么在数据库当中提到了许多的名词角色 那么它是干什么的 实际上角色呢就是由一组权限来组成的 用户也是可以被授予权限的 那么角色和用户有什么区别呢 用户是数据库的使用者 而角色是权限的授予对象 给用户授予角色也可以理解成 给用户授予一组权限 那么数据库中的角色呢可以授予多个用户 也可以不授予用户 并且一个用户可以被授予多个角色 角色呢是在数据库中由数据库管理定义的权限集合 方便对不同用户的权限授予 比如说如果在数据库中设置一个 拥有能够查询数据库中表达权限的角色 那么凡是用户需要拥有查询数据库中表达权限的时候 那么都可以直接授予这个角色了 我们看一下如何来创建角色 那么创建角色呢也是可以通过OEM企业管理器和我们这个就来创建的 那么看看如何来创建角色 那么实际上 我们创建这个角色 然后给它授予权限 那分为这样两个步骤 创建角色呢就是在数据库里面创建一个只有名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角色什么都干不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现在PPT上显示的就是我们创建角色的一个语法 那么在创建角色的时候就要注意的是验证的方式 那么可以选择的验证方式一共四种 那么一种呢就是not identity的 就是不需要验证 还有一种呢是需要口令验证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是外部验证 还有全局验证方式这样几种 在创建完一个用户这个角色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为它授予权限了 那么授予角色的权限 与我们给用户授予权限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面我们就不详细的再说了 另外呢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在给角色授予权限的时候 这个数据库管理员必须拥有grant any privileges 也就是说他可以授予任何权限 这样的权限才可以给我们的角色赋予任何权限 那么呢我们就试着来创建一个角色 test role 并给他赋予一个creator session 这样的一个权限 treat role 后面写个角色的名字 test role 然后不是没有验尖的方法 前面呢我们已经创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后面我们再为他开始赋予权限了 create session on to 给我们这个 rope这个角色 show以上一个权限就可以了 你接着呢 往下看 设置角色 那么角色呢创建完成之后呢 并不能直接使用这个角色 并不能直接使用这个角色 而是要把角色授予给用户之后 才能使这个角色生效 那么授予角色给用户的语法是什么呢 是比较简单的 是 grant 这个角色的名字 to 哪一个用户就可以了 另外呢 由于一个用户呢 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角色 那么也可以设置哪些角色呢 是生效的 哪些角色呢 是不生效的 设置的生效与试效的方法 你看看 比如说set role 然后ro 那么它呢 是指定了角色的生效 现在就是set role 好 它是设置用户的所有角色都生效 那么如果想设置某些角色不生效的时候 还可以怎么样呢 set role 除了哪些角色之外 另外呢 还可以设置用户的所有角色都失效 set role none 就可以了 就这些角色都是不可用的状态 那这是设置角色 那么还可以修改角色 那么修改角色 因为是auter这个语句 只需要 它跟我们创建的那个语句 是非常相像的 我们这里也不讲了 只是把这个create 关键字呢 改成auter了 那么删除角色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drop ro 然后是这个角色的名字 然后是这个角色的名字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删除掉了 然后我们看 查询角色怎么办呢 那我们如果需要查询一个角色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字典 dba ro 然后previous 就可以查看到这个角色了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概要文件 prefile 这个概要文件呢 主要是用来存放 数据库中的系统资源 或者是数据库使用权限的 使用限制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首先要知道 什么是概要文件的 那么在orico系统当中 如果不创建概要文件 默认呢 会在我们系统当中 使用默认的概要文件default 如果创建用户时 没有为用户设置概要文件 那么默认的都会使用 我们数据库当中的这个概要文件 就是说都会使用这个default 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概要文件呢 会给数据库管理员带来很大的方便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根据 首先对数据库中用户分组 按照每一组的权限不同 建立不同的概要文件 需要说明的就是 虽然我们概要文件可以用用户 但是概要文件 是不能在角色当中使用的 你看如何来创建一个概要文件呢 那么概要文件呢 也可以在企业管理器一张中 来进行创建 那么也可以通过语区创建 那么创建概要文件的语区可要简单得多了 create create file 然后后面写上概要文件的名字 下面是这个limit这个关键字 然后你要选择参数 这里面的参数有两个 一个resource parameters resource parameters呢 它指的是资源参数 这些参数呢 主要有这个CPU PER session 这个参数 那么代表呢 允许一个绘画占有CPU总量 这就是CPU下滑线 PER下滑线 call 它代表的是允许一个调用占有CPU的最大值 还有呢就是connect 下滑线time 代表呢允许一个持续的绘画最大值等等 这要很多 这就是password parameters 这指的是口令的参数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 比如说设置多少天失效 要是密码的保留时间等等 接着呢往下看修改这个盖要文件 那么如何修改这个盖要文件呢 那么只是在创建的时候 把这个create变成alter 就可以修改这个盖要文件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从这里面就不说了 那么修改呢 我们就要删除它 删除这个盖要文件 跟我们删除角色和用户是一样的 就用drop和file后面写上 这个盖要文件的名字就行了 那么后面呢 可以加上这个Cascade的这个关键字 那如果要删除的盖要文件 已经被用户使用过了 那么在删除的时候 删除盖要文件 时需要加上这个关键字 以实现把我们用户 说使用的盖要文件 也给它撤销了 那么如果要删除的盖要文件呢 没有被别人使用过 那么我们就可以省略 这个Cascade的这个关键字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删除盖要文件 查询盖要文件呢 也是通过数据字典进行查询的 那么它在哪呢 我们可以通过DBA下滑线 和Files 这个数据字典就可以查查看到了 那么有很多重复的这种盖要文件 前面呢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加上这个Bisttink这个关键字就行了 那么通过本章 在中央的学习呢 读者就应该能够掌握 我们数据库当中 几个确保数据库安全的对象 比如说用户 权限 角色以及盖要文件的使用 在掌握他们的基础上 还要能够分清楚 用户权限 以及角色 他们深圳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 作为我们数据库的管理员 那么大家呢 还需要掌握盖要文件 在数据库当中的使用 这样呢才能够确保我们的数据库呢 安全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上的全部内容 好 好 好 不用留意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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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